新闻新闻的新闻 新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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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口口以后要发表 这个版主跟他的群友 全部是脑筋谁 猪脑 是一个政棍 他比那吉普还不如 这种话讲出来 很多人都看过他开骂的视频 名为三尼哥的网络红人 多次针对不同课题 透过视频的方式开骂 也掺杂了一些出口 他也从来没有掩饰自己是粗人 原来他以前是 私会党的流氓 是个让人畏惧的大耳窿 风采将带你进一步了解 这名网络红人的故事 以前我们必须拿着刀子杀 现在我们要给他 这个义务走来不简单 我的治理行间 我度数不高我六年级 我治理行间得罪你 对不起我跟你讲 话说当年 尊明教刘少平的他 在小学六年级就已经停学 因为受到朋友的影响 而踏上了私会党这条路 他把三学年的青春都耗在黑社会 2009年他被警方逮捕 被送到霹雳红图坎 限制居留两年 一时的风光顿时变成一无所有 不过也因为这两年 让他决定放下以前的生活 不再拿刀而改拿笔 我性侵我用笔 我没有用刀 我丢掉刀 我用笔 为什么呢 我讲他们不用才是你干 放下来 从容拿笔 这一路走来不简单不容易 要你要接受你不容易 拿刀很简单 讲不容拿两刀 拿刀你去砍 对吧 可是你用笔的时候 笔可以伤人 尤其对我们就很没有斜视的人 总之是一个人 一路走来 你要从黑转白 很难很难 很多人走到一半放轻药 很可惜 其实我看到很可惜 很多人很多的是 一半就倒回头 我没有 我一路走 我一路走 我不要走一路路 怎么坚持 我坚持啊 信念 我浪费了30年 我浪费了30年 我今天差不多50岁了 我49岁 我叫华文华人 叫50 浪费了30年 走那个黑暗的路 我用三年的时间 我看到曙光 我为什么要跑回黑暗去 刘少平在机缘巧合之下 开创了古来老伴豆花 闯出自己的豆花之路 正式从大耳窿 转变成一个豆花老 刘少平看起来 似乎天不怕地不怕 好像从来不会后悔 不过以前他就曾经被父亲警告 你在外面干什么坏事 不觉得丢脸那是你的事 但是这个行为会让家人和姓氏蒙羞 这一番话让他后悔了 他一直警记父亲这句话 也告诫自己和朋友一定要孝顺 父母亲先供养好 要有孝心 父母亲养大鱼 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养大鱼 有一个名言 如果那个人不孝顺 他没有尊敬长辈的 不要打招呼 普通朋友打招呼就好 因为一个不孝人 他就是一个不诚实的 不孝顺 这是自己的这种 前提的 好 本集结束 对 我们在一起 都不害怕 和我们本集结束 你们这种怎么回事